香港区议会选举顺利落幕 支持中共政府的建制派 被支持民主的阵营打得落花流水 有建制派人士归咎政府 施政不当引发大规模的示威 令建制派在选举中落败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前 向媒体表示 北京中央并没有因为选举成绩而问责他 我并没有得到什么中央要求问责的指示 当然每一场选举除了结果 大家都很重视的结果 好像我刚才开场白说 过程都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办了一场充满了问题 也都和法治和公正有违背的选举 这个反而是一个更加大的对香港的损害 林郑月娥认为 尽快自行离开 另外他也已经指示在现场执法的警员 以人道和灵活的方式处理骚乱事件